道德和伦理是什么关系 因为伦理学其实对中国挺陌生的 道德伦理其实有时候经常是 混用 至少是进一次 伦理学是研究什么的 研究道德 用古人 我刚才说伦理是人伦之理 更强调客观一点的规则规范 你现在可以说 中国古代的思想 主要是伦理的思想 道德了 古人说 道之德于己者 你把它内换了 你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我觉得重要的不是说 建立一些概念 其实关键的是 既使用一些传统的概念 但是又把它转化成 具有现代意义的内容 最初您提出 这个底线伦理这个概念 是要在应对一个 怎么说 瓦解或者缺乏共识的社会的一种 对 过去的传统社会是有共识的 它是一种示范能力 上层是精英道德 或者说圣贤道德 就是鼓励君子 世代夫 因为儒学自称为己之学 向圣贤看齐 老百姓 只要家里的孩子肯读书 他会接受这个共识 修身 克己 细圣细贤 这些道德追求 下层的就是风俗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地方的官员做好了 世代夫做好了 老百姓的教化 道德风俗就没有太大了 所以君子值得风 小人值得草 你这个风往哪边挂 草就往哪边倒 它就变成这个社会的共识 你赶紧拍拍那草往哪倒呢 风在挂 君子风吹来了 但是现代社会了 主导的价值不存在了 也没有制度载体了 对 也没制度载体了 那个示范伦理就不够了 那么现在社会又是走向平等 平等很重要的一项 就是价值观念的平等 是不是 过去就是认为 稀胜稀贤 这是主导的 最值得追求的 但现在不 我养家糊口 天伦之乐 我不伤害别人 而追求财富 你不能说我这个就是 不合理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 所理解的幸福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自己 认为合理的价值 那么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里面 我们只能在这些规则上 追求共识 这些规则就是 不管你追求什么价值 权力多大 地位多高 民生多大 你都有些规则不能破坏 首先保证一种 大家都能相处的 基本能力 不能强制别人 不能欺骗 不能强暴 君子爱财 但是必以其道 才能谈得上 底线能力 当然 作为权力更大的人 他可能还要加上 政治的责任能力 但是呢 不妨碍他 还必须满足 首先满足 作为社会成员 大家都是平等的 这样一种道德观点 你要这样的要求 所以你看你怎么说的 看起来相悖的那种 一方面 所有的都在 都在喊道德破产 或者说道德衰败 是这么的 希望道德语言 另一方面 好像整个社会 又迷幻着到处 要进行道德审判 那种冲动 你看互联网上都是吗 我觉得基本道德要求 不去那个 你是要批判的 如果是有太脱离 人性和人道的过高的 尤其是你自己 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 来审判别人 我觉得这个是 这很有问题 一个人并不会 因为批判别人 而就使自己道德高尚 就是这两回事 其实你不妨设身处地 你如果处于同样的处境 你是不是不会做 这同样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不少人是 难以逃脱追问的 我始终觉得要把事情 就是你的动机和行为区别开来 你可以罪其行 但先不要着急罪其人 但现在我们经常把它混在一起 你说为什么不追求 不像英雄学习等等 但是这个它不需要 而且之前我们是经过一个对高的破产的状态下过来的 对高的破产 我觉得这个是要分清楚的 在做的 我们面对的大多数人 不偷不抢 不强暴别人 更不谋杀病 我们基本上就做到了 就像休默所说的 大多人他没有自觉 没有觉察 他已经是一个正义的人了 但为什么还是要警惕要预防呢 因为我们有时候也可能很容易破黄的境地 比如这个利益诱惑太大 我只要稍稍的欺诈一下 我就可以得到一大笔利益 或者都有人送上门来 还有一个就横暴之来 突然被人很不公平的损态了 我又报复不了他 我可能就报复社会了 张三欠我的欠不还 好像我也有理由 我欠李四的欠严格不还了 又上是这样的连锁的 对这个东西又有意思了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 比如说 就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记得我当时 那个印象很深的一个书题 我们叫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吧 尼泊尔写的是吧 尼泊尔写的 就是人 就是你想做个道德的人 跟他这个关系怎么处理呢 这个其实在某人也可以说是强调制度 而且我们努力争取的一个比较好的社会 就是说让这些破防的境遇 能够对人们发生的越来越少 诱惑之大 你这个市场社会的规则比较健全 横暴之来 有法律给我做主 我也不用太觉得求告无门 是个人 大家能够比较平等的基本权利 不至于老是破防 你觉得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密切 我觉得看对什么人 我相信大部分职业家 他是把生活方式尽量的简单化 思想你可以尽量复杂 你比如像蒂卡尔 他尽量的隐居 连性他都要通过别人转交 那伊比九鲁 伊比九鲁绝对不是一个放荡者 不是所谓他说想要这个 绝对不是 他对快乐的定义是 灵魂的无纷扰和身体的无痛苦 很消极的 很防御式的 别人所理解的快乐主义 狂欢笑他觉得马上就 孙弟不是这样惩罚他 我就被昨天晚上喝酒 这惩罚 你好像是一次一次的被惩罚 对 那些古希腊的哲学谁最吸引您呢 在某种意义上各个都吸引我 因为它构成一个群像 就是各种性格 但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有一点 他们绝对拒绝接受最智慧的人的称号 如果是谁接受了这个最智慧的人 接受的一散了 他就变成一个最不智慧的人 是 得慧神域不是说 雅典最聪明的人 最智慧的就是苏格拉底 大家觉得他智慧 但是他否定 他想找到比自己更聪明的 之后也很得罪人 甚至是最得罪人的 原来各行各样视为权威 哪是最智慧的人 一下就被苏格拉底给否了 所以就好几拨人联合起来控告他 最后甚至处死他了 所以智慧多危险呢 智慧很危险 他本身就带来痛苦 就像苏格拉底说的 你要发现真理的诸悖 你必须潜水 克服阻力 克服你身体的惯性 有多少人愿意做这个事呢 包括纯秋的这些 把我摆加一下 因为八十年代其实是一个 对中国的往日 大家其实是一种 尤其传统文化 有一种否定的态度 然后就在19293年 开始写的良心论 当时这个环境里 怎么找到这个切入点呢 展开你对中国社会的一个理解 就还是挺意外的嘛 对对对 当然一个比较通俗的解释 我们一谈起道德来说 就说这人有没有良心 良心被狗吃了 批判社会就是良知沦丧 是吧 现代的潮流 包括西方的潮流 更强调良心的自食一面 我是更强调良心的共识的一面 来建立我的一种 普遍主义的底线的伦理学 追求一种方向 是朝向一个科工化 普遍化 但是我又恰恰想 从内在的 主观的意识开始 就是我要把良心论中的 动力源头的测引之心 发掘出来 仁爱自侵始 然后你一步一步推进 比如说陈信啊 中书啊 处理好一种群体关系 人和他人的关系 就是源泉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平等 所以它是在社会的意义上 良心论来讨论个人的力量 有一些感觉可能说起来 现代人能够比较容易理解 比如说我们读左传 他们那种交往 或者豪迈 壮烈 比如博弈 书齐的那种风范 还有像 是巨渣吧 他看到一个 有个是许谷 还是哪个小国的君主 很喜欢他的 带的是宝剑还是什么 但是他还要处置其他国 这个宝剑他必须要用 心里就暗暗地许下 我回来的时候 我送给他 回来的时候 这个国君死了 然后他就把剑挂在 他的墓地去树上走了 所以你看这样一些人物 不吸引你们 但是最难的是 我们现在老批判的 比如忠诚孝资 很难理解 很凡 干嘛你要忠诚于一个 可能不一定是 有多心 对 好的君主 就像我们有时候 很难理解 为什么西方人要 那么忠实于法律 这个法律明明对他不利 而且是本身不义 就像苏卡拉底 为什么要 就是要接受 宣布他死刑的法律 我们中国人可能太聪明了 觉得他们太余智了 但是法治下来 就是靠这个精神建立起来的 和威胁下去的 中国古代社会秩序 也是靠这样一种 忠孝的精神 当然这个时候 忠诚不是忠诚一个 可能具体的对象 一个具体的君主 而忠诚一个 一种原则 你比如看了 游侠列传 那个去杀秦王的那个 金科 金科 雇佣我的人 哪怕我最后瞧不起他 但是我也完成这样的任务 我不是为了你去杀 但是我说的话 绝对是算数的 读古书读到了这样一种精神的话 忠于不是具体的对象 而是一种原则的话 你会中国古代的精神还是了不起的 那这些百家里面 你特别喜欢谁 柱子百家 那柱子百家 我最喜欢还是孔子 还是孔子 我还是喜欢 最喜欢孔子 温和坚定的楷末 还自嘲 还自嘲 还喜欢到河边 吹着风 晒着太阳 游安勇唱着歌回来 是不是 这部都是挺好的事 但是温和不依于这 就是说好像是全鲁般的 你来顺受 其实温和就是说 你看起来外表很温和 可能有时候很随和 但是碰到一些很大事大会的原则上 它很坚定 它不跳来跳去 我是很喜欢这个词 就是温和而坚定 我突然被人暴躁而摇摆 你怎么办 外表很暴躁 内代又很摇摆 我觉得你有时候 你自己拿自己的天性 也没办法 但是暴躁 我的感觉还是 要有所节制 就是说 可能有些人 很容易发露的人 他有个作用秘方 在那里 制露 老师想着他要制露 可能会好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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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